金圈太子爷发布重金寻猫启示 我发现刚被我拐回家的小流浪猫有着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印记 当天晚上,我和猫都被打包送进太子爷的别墅 他拿着五千万的支票说 他最近心灵很脆弱,需要母爱,你留下来照顾他 深夜,我抱着猫睡觉的时候,猫被人揪了起来 隔日一早,我看着身边的男人和门外可怜兮兮的猫陷入了沉思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连为了一周的猫粮和罐罐,终于把小区流浪的漂亮小布偶拐回了家 小家伙很没有安全感,一个劲地往我怀里钻,可爱极了 带去宠物医院检查洗完澡,我抱着他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他悠闲地晃着尾巴 很快,一张寻猫启示被推送过来 沈家少爷重金寻猫 我的眼皮跳了跳,猛地起身 沈家是京士的顶级豪门 沈玉,也是名副其实的京圈太子爷 都说此人冷漠薄情 看着启示上数不清的灵 我感慨沈家如此大手笔 想来这只猫也是对他极为重要的 又往下翻,一张熟悉的猫猫照片映入眼帘 我愁起打瞌睡的小流浪 左看,右看 许多特殊印记都对上了 他眨巴着眼睛,好像在说,还我妈生父二代人生 我沉思片刻,决定把他还给他的主人 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对面接得很快,我说明了情况 接听的人是沈家的管家 隐约听到他喊了几声少爷 低沉性感的声音传来 你好,我是沈玉 我晚点去接他,方便发个定位吗 我微微愣住,感觉耳朵怀孕了 加上了微信,沈玉的头像是小流浪的照片 而我刚刚也把头像换成小流浪的照片 乍一看,还真像情侣头像 我连忙换下头像 换成了一张纯白的头像 三秒后,沈玉的头像换成了纯黑的 我...约定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后 我抱着小流浪昏昏欲睡 摸了摸他的头 还没来,你爸是不是不要你了 他摇晃着小脑袋 门铃响起 打开门,门外的男人好看极了 碎发阴影拢着高挺鼻鼓 狭长巨傲的眼尾上挑 黑色西装勾勒出净瘦的腰身 怀里的小流浪有些激动 嘴比脑子快的,我脱口而出 你迟到了 沈玉嘴角挂着醉人的笑意 我的错,有些事情耽误了 很抱歉 我微微愣住 这张脸杀伤力实在有些强 管家大叔在身后擦了把汗欲言又止 如果此刻我能听清他的心声 能听见他在内心发出土拨鼠的尖叫 少爷整整选了两个小时的衣服 快整哭三个造型团队 沈玉带来了笼子 小流浪蹭着我 有些可怜兮兮 我也有些难过 把猫递给他 我带他检查过了 他很健康 沈玉皱起好看的眉头 他看起来不是很好 也许他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闻言 小流浪发出呜呜呜的喵叫 沈玉抬头看我 桃花眼格外勾人 池小姐 可以和你商量一件事吗 坐上前往沈家别墅的车 我抱着小流浪 和包里烫手的五千万支票 沈玉提出要我搬去他家 照顾心灵受伤的小流浪 美其名曰 他需要母爱 我也不想去 但他给的实在太多 到达沈家别墅 偌大的别墅宛若宽宫殿 小流浪轻车熟路地 跑到沙发上打滚 我住在沈玉安排好的房间 收拾好行李 刚准备入睡 房门被敲响 打开门 再一次暴击 沈玉似乎是刚洗完澡 全身上下只在腰间 松松垮垮地围了条浴巾 肌肉弧度性感流畅 碎发上的水珠 顺着人欲线低落 看着人心惶惶的 他一只手提着小流浪 低声一笑 毛球说 他想跟妈妈睡 我接过猫 他突然凑近 伸手扶过我的头发 有根猫毛 毛球他妈 晚安 我关上门 感觉心跳加速 这男人该死的撩人 周末晚上 屋里太闷 我带着小毛球出去溜弯 刚回到家 门口 沈玉迈着长腿 从豪车上下来 司机小陈连忙去扶 见到我 小陈十分激动 池小姐 少爷他有点醉了 麻烦您了 说着 便一溜烟消失不见 我扶着沈玉 他皮肤很白 脸上染上了薄红 声音有些沙哑 迟晚 嗯 我在 你醉了 他突然站在原地不动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有些倔强 我没醉 我揉了揉眉心 好不容易把人哄回屋 眼看着就要到沙发上 沈玉的手搂上我的腰 一阵天旋地转 我被他压在身下 我小心翼翼推搡着这个醉鬼 沈玉 你醒醒 你起来 我去给你竹形酒汤 他黑长的睫毛轻颤 薄唇 擦过我的耳畔 不可能 我没醉 我怎么会醉 我呵呵一笑 百年之后 全身上下嘴醉硬 说着 他把头埋在我的脖梗处蹭了蹭 沈玉 起来 他轻咬着我的耳垂 好吵 我咬了咬牙 你是狗吗 他闷声嗡了一声 给我气笑了 好不容易脱身 我拍了拍自己通红的脸 煮好了醒酒汤 又要哄着嘴硬的大少爷喝点 不喝 我没醉 想到这位是金主 我好声道 别嘴硬了 快喝点 听话 他沉默片刻 看了看我 软的 你试试 我 我说什么东西浇了 原来是他烧了 喂好了汤 给他盖了小毯子 顺便把在一旁看戏 优雅舔着爪子的小毛球 带回了屋 别打扰你爸休息 夜深人静 怀里的毛茸茸被人揪了起来 突然少了个东西 我习惯性地往旁边摸了摸 冰冰凉凉 很舒服 下意识搂住 继续陷入沉睡 隔日一早 看着旁边男人的俊脸 和他搭在我腰上的手 陷入了陈图思 我那么大一个孩子呢 孩子他爸 怎么会在我床上 我小声道 沈 少爷 腰间的手紧了紧 带有几分强势的味道 别闹 再睡会儿 我欲言又止 沈玉 你先松开我 他拽了拽被子 把我往怀里按了按 有些起床气 闷声道 不要 直到门外传来毛球疯狂的八门声 听起来怨气十足 沈玉缓缓睁眼 眸色沉了沉 没有锁门 房门猛地被打开 四尔的女高音让我一个机灵 沈玉 你在家藏女人 狗血戏马瞬间在我脑海里掠过 沈玉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情急之下 我掐了一把她的腰 你 还不快起来 只听见一声性感的闷哼 她扯起被子把我盖了起来 对着门口的女人说了句 妈 你去楼下等我 女人走后 我猛地掀开被子 看向旁边悠闲的某人 你怎么会在我房间 她揉了揉眉心 头发有些凌乱 却还是挡不住浑身上下金贵的气息 她看向我 无辜地眨了眨眼 我走错房间了 我 沈玉花钱让我扮演她女朋友 打发她的老母亲 我她本无缘 全靠她砸钱 我收下支票 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微笑 楼下 美夫人喝上了茶 见到我 她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哎呦儿媳妇 我看看 我没做梦吧 儿子你终于不是单身狗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沈玉额上的青筋跳了跳 妈 差不多得了 她设恐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她妈 临走前 美夫人挤了几眼 下次记得锁门 真好啊 小年轻就是爱玩刺激 我 沈玉 毛球不知道什么时候 怒气冲冲地走到沈玉面前 喵喵喵喵喵 骂得还挺脏 沈玉嘴角缓缓勾起细血的弧度 下一秒 毛球一个铁头冲击 撞到了尴尬的部位 沈玉脸色有些轻 应该是疼的 我沉默片刻 你 还好吧 需不需要去医院 文言 她脸色更轻了 装作若无其事地靠着墙 隐约有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 我没事啊 我默默在心里 替她抹了把汗 没事只是她的谎言 沈玉嘴角挂着危险的笑容 完了你让开 现在有些无聊 刚好可以打孩子 姐姐闷 我拍拍毛球的屁股让她快跑 她只是一只小猫咪 她能有什么错 去了工作室忙碌了一天 回到别墅时 夜色已经拉开了帷幕 别墅空无一人 我喊着沈玉和毛球 楼上传来的猫叫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跟着叫声来到了露天泳池 沈玉正在泳池里 沈玉 你见到毛球了吗 她靠近池边 随意捋了旅额前的尸发 眼底闪过一丝灰暗不明 一天没回来 只找猫 不找我 还没来得及开口 她沈声道 她很想你 我也是 昏暗的灯光下 水池里波光流动 果然桃花眼 看狗都深情 感慨金竹此刻 有些像开了屏的孔雀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看向身后 此刻很想我的毛球 埋头苦吃惯惯 眼中只有惯惯 沈玉轻咳了两声 带有一丝威胁意味 毛球瞬间抬头 蹭了过来 在我脚边蹭来蹭去 溜得飞快 小腿有些痒 我稍微挪动着 又怕踩到她的爪子 脚一滑 跌落泳池 打小就恐惧水 我惊呼 沈玉 腰间多了一双手 我像是八爪鱼一样 死死缠住她 她轻笑出声 别怕 我在 毛球又惹祸了呢 一会儿我替你收拾她 她呼吸有些沉 毛子里墨色翻涌 晚晚 你缠我那么紧 我怎么带你上去 意识到姿势如此暧昧 我刚想收腿 被她按住 晚晚 嗯 我想 话音未落 她的唇压了下来 当天晚上 我在大床上翻来覆去 闺蜜林浅一顿分析 死丫头 背着我吃那么好 最终发来信息 她暗恋你 这个心机难 你明天出来 解给你当军师 约好了见面地点 是林浅最喜欢的高档会所 她还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见了面她 给我一阵曲曲 上厕所的路上 心绪还是有点乱 死丫头 原来你在这里 总算让我找到了 王总把你送给我 你竟然不是好歹敢打 我就跑 来人 给我抓住他 看清那张脸上 布满褶子的脸 我的眼皮跳了跳 实习的时候 被无良前公司坑害 老板借着应酬 实际上把我推往火坑 送给这个老流氓 眼看着黑衣保镖逼近 我反应迅速地往楼上跑 三楼角落的包间门口 许多女孩正排着队 你听说了吗 今天那位也来了 有没有机会被她看上啊 别想了 那位出了名的不记女色 能攀上其他少爷也是好的 听见飞衣人上楼的脚步 我咬了咬牙 默默跟在他们后面进了包厢 我试图缩在昏暗的角落 感受到带有侵略性的视线 抬头对上了沈玉半咪的毛子 她饶有欣慰地打亮着我 薄唇清起 过来 包厢里的少爷们 似乎都找到了自己的女伴 我坐在沈玉旁边 她的手在我腰间妈撒 声音很温柔 发生了什么事 我垂着毛子 没事 她望着我 漂亮的毛子翻滚着 会暗不明的情绪 谁欺负我孩子他妈了 嗯 给我说说 沈玉凑得很近 她有些强势地搂着我的腰 眼看着周围一圈吃瓜群众 我有些头皮发麻 我小声道 回家告诉你 她突然轻笑出声 好 包厢门被猛地推开 老流氓跌跌撞撞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来人 给我把她带走 哟 我说你怎么胆子大了 原来是攀上小白脸 周围瞬间安静 只听见倒吸凉气的声音 沈玉嘴角依旧挂着笑意 却让人不寒而栗 酒瓶碎裂的声音格外刺耳 沈玉优雅地擦着手 语气冷了几分 清醒了吗 要带走谁 男人瞬间跪坐在地上 声音有些颤抖 小沈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喝多了 我不知道这位是你的人啊 否则 借我八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冒犯您 沈玉给身后的黑衣保镖 使了个眼色 保镖立马进来托人 他顺其自然地 牵起我的手 他不是我的人 我是他的人 旁边突然凑近一个脑袋 见兮兮地说 玉哥 你变了 你就是迟晚吧 久闻大名 我叫周辰 是玉哥的好兄弟 我笑了笑 你认识我 当然 我可是玉哥的头号君 沈玉一个暗含杀气的眼神 送了过去 他比了一个拉上拉链的动作 回家的车上 我给林浅发着信息解释一下 对着一旁的沈玉 说了声谢谢 他歪头 拖着尾音思考了一下 晚晚你要怎么感谢我 给我亲一口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脸颊一片湿润 沈玉往后撤得很快 桃花眼掠过一道流光 气氛有些微妙 想到那些女孩 我磕磕巴巴转移话题 声音稍微大了一点 你为什么会在那里 她的笑容有些僵硬 晚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和他们商量一些事情 你要是不喜欢 我再也不去了 以后只在家里商议 行吗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 我倾校出生 第一次发现 金主还挺可爱 他若有所思片刻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晚晚 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的大脑片刻死机 恰巧林浅发来语音 刚想点转文字 一不小心手抖 林浅的大嗓门 瞬间传了出来 晚啊 你真不来了 我这边可是给你找了 好几只年轻帅气的小奶狗 来来来 你们快来叫人 晚晚姐姐好 漂亮姐姐 快来玩啊 都是你喜欢的小奶狗类型 不来别后悔 我手忙脚乱地暗灭手机 抬头就对上 沈玉怨夫式的目光 他拿过我的手机 冷着脸发了句语音 一字一顿 他有狗了 我 车上气压有些低 司机默默升起了隔板 沈玉闭上了眼睛 黑色的睫毛轻轻颤抖 我拿手在他面前挥了挥 你生气了 突然被他扣住了手腕 他眼尾有些泛红 我微微愣住 给孩子气哭了 下意识解释道 我不知道那里还有别的人 他轻哼一声 有些阴阳怪气 是吗 你真的不想见年轻又帅气的小奶狗 我勾了勾嘴角 你最好看 一直到家门口 沈玉的嘴角始终保持着相当完美的弧度 如果有根尾巴 已经翘上天了 别墅里 佣人们早已经离开 只有毛球 趴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他有专属的换台小按钮 门一打开 有些奇怪的味道 地上好几处猫尿 我和沈玉对视一眼 他是不是该绝育了 毛球干了坏事 十分心虚 飞快跑到楼上 我连忙去抓他 下到最后一节楼梯时 没注意到楼梯上的猫尿 脚下一滑 成功把面前的沈玉 当成了肉点 摔得猛猛的 我看向身下的沈玉 你没事吧 他微泯下唇 嗓音漫不经心 我没事 察觉到有些异样 我准备起身 却被他死死扣住了腰 快起来 你皮带杠着我了 沈玉脸色有些不自然 晚晚 我没带皮带 反应过来后 我老脸一红 你先让我起来 话音未落 屁股上挨了一巴掌 他嗓音格外沙哑 在乱动 后果自负 我十分老实 嘴上气势不能输 沈玉 你王八蛋 他轻笑出声 嗯 骂得真好听 可恶 让他爽到了 伴随着几声喵叫 电视机突然换了节目 传来了熟悉的台词 春天到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洞门 开始繁殖的季节 我 沈玉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毛球 很是嚣张的 踩着沈玉的俊脸走了过去 他舌尖抵了底上饿 气笑了 我现在就安排把他搭了 则 最毒男人心 介于猫咪十分记仇 我和沈玉 决定演一出戏 让管家陈叔 假装带走毛球 吃完最后一颗李芝 我和沈玉起身 去接猫 到了宠物医院 看见手术台上 吐着舌头的毛球 我掐了把自己 哎哟 谁这样对我家宝宝 心疼死了 沈玉原本幸灾乐祸 嘲笑毛球是个小太监猫 到屋里 立马收起笑容 一本正经 爸爸会替你报仇的 包变脸的 自那以后 但凡见到陈叔 毛球都会展开 他疯狂的报复 陈叔 Soul 只有我一个人 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回到家的毛球 一梦了 坐在自己的屋子里 思考猫生 和沈玉从毛球的猫房出来 别墅里 所有的灯骤然熄灭 有些惊慌 沈玉牵住了我的手 低声道 电力系统被破坏了 门口传来脚步声 有些杂乱 显然来者不善 他娘的 沈家的安保真是不好搞 快找到沈玉 这个杀千刀的沈玉 真该死 着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黑暗中 他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带我悄悄去里面的房间 柜子狭小的空间里 我能听见他的心跳 平静地让人心安 低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晚晚 怕不怕 我点了点头 那些人敢闯进沈家别墅 恐怕是些亡命之徒 他轻揉我的头发 对不起 这次是我连累你了 别怕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 我猛地抬头 唇擦过他的下巴 黑暗中 看不清他的情绪 这人平时懒散得不得了 骑身逼近时 却让人感觉到格外危险 小文你怎么办 我暗骂这个色狼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满脑子黄色废料 房门猛地被踹开 发出巨大声响 我紧张地揪起他胸前的衣服 伴随着衣柜的门被打开 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哎呀 真不好意思 来得不是时候 打扰你们亲嘴了 我 玉哥 全逮到了 沈玉面无表情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周辰吃痛 欲求不满的男人真可怕 这些人是地下交易所的柜子手 用沈玉的话来说 他一个三好市民 看不下去 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 反手一个取报 这些人走投无路 这才心生报复 正好被一网打尽 我眨了眨眼 看向床边的沈玉 你不是还要去忙 心里还是有些小害怕 我没事了 可以让毛球来陪我睡 他唇脚弧度健身 语气有些认真 我也可以呢 晚晚选我吧 最近沈玉有些忙 还是在网上得知 即将到他的生日 身为沈家唯一的太子爷 将在沈家老宅举办隆重的宴会 我抱着小毛球 苦思冥想送他什么礼物的时候 厨房里传来的对话 吸引了我的注意 真的不希望赤小姐走 她性格那么好 对我们也很好 可是听说这次方小姐也会回来 谁不知道方小姐和少爷在高中 可是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估计到时候 少爷肯定会让赤小姐离开的 我悄悄上楼 脑中疯狂走剧情 天杀的替身文学 不由自主地点进去 浏览器的页面搜索 和沈玉有关的信息 很快到了沈玉生日这天 她派车来接我和毛球 二楼她单独准备的小露台 仔细看竟全是我喜欢吃的 沈玉这人 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此刻 她冷得一张脸被围在人群中间 她突然抬头 对着我笑了笑 等我 众人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来 我慌忙往后退 吃着精美的小蛋糕 没有等到沈玉 却先等到了传闻中的方小姐 她一袭黑色包囤裙 性感极了 你就是吃碗吧 方燃很自然地坐到我旁边 拿起桌子上的小蛋糕 我知道你 你很漂亮 说这话的同时 她伸手卷起我的发丝 气氛有些诡异 方小姐 你有什么事情吗 她有些兴奋 嗯 我在想 如果我把你拐走 沈玉那张死人脸上的表情 一定会很惊艳 我 阴侧侧的嗓音悠悠响起 方燃 你想死吗 沈玉把我的头发 从她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 搂住了我的腰 她是我的 你这个疯女人 走远点 我戳了戳她 怎么可以这样和女孩子说话 沈玉有些委屈 低声道 她不是好人 晚晚要替她说话 我摇了摇头 从见到她的第一眼 她看我的那种眼神 就像是在看猎物 因此我得出结论 方燃应该是个拉拉 方燃翻了她大白眼 呵呵 死绿茶 对我眨了眨眼 宝宝 你别被她骗了 然后走得很潇洒 我拽着脸色阴沉的沈玉 顺了顺毛 好了好了 沈玉握着我的手捂住胸口 她喊你宝宝 我拿着自己的行李箱 从二楼下来 稍微有些醉意的沈玉 正把毛球按在地上欺负 见我拿着箱子 她微微愣住 眼底闪过一丝异样情绪 晚晚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笑了笑 算了算 我们的合同差不多到期了 毛球也很健康 我该回家了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不走 可以吗 沈玉还抱着毛球 一人一猫 看起来可怜极了 晚晚 喵喵 我咬了咬牙 心意狠 转身离开 一切都只是我和闺蜜的猜测 事实上 沈玉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类似于喜欢之类的话 还是她只是觉得 我对她来说是个 让她稍微感兴趣的 好玩的东西 沈玉没有再开口挽留 回到家里 我躺在床上 对着沈玉的对话框 咒骂狗男人 刷新着朋友圈 沈玉罕见更新了 好几条动态 一张毛球埋头悲伤的图片 配上文案 可怜的孩子 妈妈不要你和爸爸了 天台的风好大 下雨了 像哥的心一样 被狮子保护过的人 怎么能看上猎狗呢 我抽了抽嘴角 暗灭了手机 与此同时 沈家的酒庄里 沈玉脸色有些难看 看向旁边的几个人 你们确定这样有用 周辰黑黑一笑 放心吧 玉哥 一定有用 半晌 沈玉看着手机屏幕上的 红色感叹号 抬头看向周辰 缓身开口 格外冷漠 你应该在坟里 而不是在这里 早晨 刚睡醒 窗外传来猫叫 毛球伸出小爪子 是我 开门呀 几日不见 确实很是想念这个小家伙 我揉着他的脑袋 你怎么来了 跟随他小脑袋扭转的方向 看到楼下停着的黑色豪车 接过毛球脖子上挂着的纸条 他想你了 送来你待两天 眼看着黑色豪车离开 我撇了撇嘴 沈玉这狗男人到底几个意思 带着毛球去了趟超市 又给他添了几个玩具 回家路上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旁边 我抱着毛球加快脚步 从车上下来几个凶神恶煞的人 被人用帕子捂住了嘴 拽上了车 围首的男人拿着照片 看了看我怀里的毛球 就是这只猫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秦哥 找到沈玉的猫了 旁边还有一个女人 要不要一起带走 电话那头传来名叫 秦哥的少年的爆笑声 女人 呸 沈玉那个魔鬼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她就是个童子姐 把猫带走就行了 我 被强行赶下了车 看着被抢走的毛球 我连忙拨通了沈玉的电话 想到毛球一只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猫咪 我更心疼了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沈玉 毛球被人抢走了 沈玉来到的时候 我正蹲在路边 她轻擦着我的眼泪 晚晚 别哭 我带你去找毛球 情绪上头 我还是哭湿了沈玉的衬衫 她埋头在我脖梗处蹭了蹭 轻咬了下我的耳垂 哭得我心疼 我已经找到毛球了 警察局里 刚进门 就看到趴在桌子上捏巴的毛球 我的心更疼了 眼泪止不住再次流下来 抱着毛球哭诉 都怪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欺负了 毛球阴阴地往我怀里钻 旁边传来一声极为不屑的冷吃 喂 你这个女人 你有没有搞错 小爷我才是受害者 沈玉轻拍着我的后背 抬头看着一旁头发凌乱 脸上有好几道抓痕的绿毛少年 我默默用毛球擦了擦眼泪 少年咬牙切齿 沈玉 你的猫和你一样变态 沈玉勾了勾唇 那一笑极为阴森 让人不寒而栗 下次再动我的东西 你这双手就别要了 少年恶狠狠地瞪着他 沈玉牵起我的手 我们先带毛球回家 身后的绿毛少年冷不丁地开口 慢着 你是沈玉喜欢的女孩 面对绑架毛球的罪魁祸首 我自然没好气 关你什么事 少年突然整理了一下头发 笑得很甜 露出小虎牙 漂亮姐姐你好呀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秦澈哦 你可以叫我彻彻 可以拥有你的联系方式吗 沈玉眸色沉了沉 腔调散漫 我已经通知秦家 必须秦老先生亲自来领人 秦澈愣了一瞬 发出尖锐报名 啊 沈玉 你真不是人 姐姐 你千万别和他在一起 他是个魔鬼 我回到车里 听沈玉讲了 他跟这个少年的爱恨情仇 身在豪门秦家 秦澈从小到大就顺风顺水 小魔王唯一栽的跟头 就是被沈玉这个大魔王 以恶劣手段镇压 很可爱 幼稚 车子猛的一个急杀 沈玉脸色有些黑 晚晚难道喜欢这样的 比你小的 眼看着此刻的他 就像炸了毛的恶犬 下一秒 就恨不得上来咬我一口 我笑了笑 我喜欢你这样的 话音刚落 车门就落了锁 车子驶去的 不是回我家的方向 我有些紧张 沈玉 你要带我去哪里 到了一栋新别墅 周围的环境格外熟悉 沈玉一声不吭 死死握住我的手腕 带着我走进屋里 最里面的一间小屋子里 灯被打开 环顾一圈 我发现了许多我的照片 他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晚晚 一直都是你 我推嗓着他 问出了我的疑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 喜欢我这三个字 就那么难说出口 沈玉愣了片刻 委屈极了 我不敢 看到其中一张熟悉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女孩是我 而在一旁角落里 悄悄注视我的小男孩 是沈玉 这张照片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 幼儿园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知道 我有一个小田狗 是新来的转校生 无意间帮助他打走 说他坏话的小孩后 那个酷酷的小男孩 在不同的时间段 给我表白16次 对我用不同的胡编乱造的理由 拒绝了16次 现在想想 一个小屁还能如此执着 也是不容易 搞半天 沈玉被我整出了心理阴影 我伸手抱住了他的腰 沈玉 你是个笨蛋 他低声嗡了一声 把我往怀里按了按 我不是在做梦吧 看着那张好看的薄唇 说出话如此气人 我咬了上去 在一起后 约着林浅出来吃饭 沈玉叫了周晨 俗话说得好 军事见面分外眼红 周晨咬着牙 就是你给他出的鬼点子 删了我兄弟 刺激他 害得我受牵连 林浅冷笑一声 你发的那些 都能让人用脚趾头 扣出三宗魔仙宝 我 沈玉 结束了这场水深火热的饭局 我喝了不少酒 现在有些上头 沈玉今天格外好看 我凑近戳着他的脸 他嘴角挂着醉人的笑意 顺势拽着我的手 搂住他的脖梗 深深地吻了上来 脑袋晕乎乎的 我条件反射般回稳着 他眸光渐暗 宝宝 手机铃声不断响起 我推着他 嗓音有些哑 声音断断续续 接 电话 他果断按了关机 凑到我耳边 不管 我们继续 隔日一早 浑身酸痛 我把自己裹在被窝里 懒得搭理旁边春风得意的男人 他开始逐一回复昨天的电话 语调欠奏极了 嗯 昨天晚上我忙着呢 陪我老婆呢 那么晚你还不回家 你没有老婆吗 不行啊 以后别这点找我 我要陪老婆 我沉默片刻 思考这个人是怎么长那么大 还没有被人打死的 这几日没有出门 我猛地发现 好久没有看到毛球的身影 沈玉有些心虚 我把他送我妈那里住两天 回想起前天晚上 他试图勾引我把我哄骗进浴室 关键时刻 我听到了毛球在门外凄惨的叫声 我立马挣脱他出门看看毛球 我有些气 狠狠地踩了一下他的脚 你这个狠心的男人 你今晚睡客厅 说着 我锁死的房门 半夜 房门被敲响 打开门 沈玉的黑发乖巧地搭在额前 头顶还戴着黑色的毛绒绒毛尔发誓 黑色衬衫解开了三颗扣子 辽人的声线在耳边响起 主人 我可以进去吗 该死的美男计 我昂了昂头 生怕自己流鼻血 拽着他的领子 把他揪了进来 炙热的呼吸撒在耳边 主人 我会让你满意的 丸考斯普类的后果 就是要了我半条老命 再睁眼 沈玉自觉给我揉着腰 他侧躺着 懒散的嗓音掺了些沙哑 宝宝 今晚想要什么角色 沈玉 下话献我 翻外毛球视角 我的主人是个人 但他比狗还狗 他把我打扮得脏兮兮 让我记住 照片上的漂亮姐姐 他说 只要我勾搭上漂亮姐姐 他就能负瓶子贵 成功上位 然后奖励我无数个肉罐罐 和漂亮的小母猫 我在小区里 蹲守了好长时间 用我聪明的小脑袋 和无比可爱的喵喵家子音 成功征服了小姐姐的心 好不容易进入小姐姐的家 狗主人当天晚上 闻着胃就来了 还穿的一本正经 我的评价是 衣冠禽兽 本来我睡在妈妈旁边 是多么幸福 直到那天晚上 狗主人把我丢出去 威胁我不许发出声音 还取代了我的位置 还用罐罐收买 我与他狼狈为奸 把妈妈送入他的怀抱 真是只心肌狗猛吸一口罐罐 全文完